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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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意不外乎这样 以代表它们对试者的怀念 丝薄精油是用丝薄素的针叶与枝条以水蒸气蒸柳法萃取而成 色泽鉴于浅黄到淡淡的橄榄绿之间 它的质地稀薄 保存期限约12到18个月 在怀孕和受煮期间应该避免使用 丝薄精油有木头 香料味 以及淡淡的坚果气味 适合和它搭配的精油包括 雪松 羊柑橘 生姜 葡萄柚 薰衣草 柠檬 柠檬草 橙花 甜橙 松树 和檀香 丝薄具有收敛的作用 因此适用于油性的肌肤和头发 也可以促进毛发的生长 你可以将丝薄与柠檬和胡椒薄荷混合做成颈膚水 此外 你也可以用它来泡脚或做成体香剂 以解决汗水过度分泌的问题 在双脚疲劳又被汗水所湿透的时候 用它来泡脚 会让你感觉特别舒服 丝薄精油气味芬芳清新 能使人心灵平静 情绪安稳 也能舒缓 也能舒缓 也能舒缓紧绷的神经 可以用三份丝薄 两份玫瑰或玫瑰草 和一份煮香扣香 光是用丝薄 也能让气氛变得甜静安详 在能量方面 丝薄精油可以活化太阳轮 心轮 喉轮 和眉心轮 它的净化效果很出名 因此可以用来圣化祭坛或其他的神圣空间 在冥想或祈祷时 你可用它来让自己的能量与大地连结并定心 也可以把几滴丝薄递在一个小碗里 摆在神坛上祭现 以罪念已故的亲人 在施行蜡烛魔法时 你可以用它来消除各种负面能量 培养快乐的情绪 此外 它也能帮助你追求公平与正义 丝薄精油特别适合用来使快速流动的能量缓慢下来 并创造平静的氛围 你可以用它做成室内喷雾 如果家中有哪个地方的能量需要停整 就可以在那里喷个一两下 除此之外 丝薄也可以驱从 这是今天的香氛魔法分享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远精油帮助你好好关爱自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